熊孩子为何开着鬼火齐聚小区 原来是隔壁老灯的女儿长得太可爱 隔壁老灯的女儿花花长得十分可爱 她天天在我们面前炫耀 老灯固然你的女儿长得确实可爱 但是如果 我是说如果学校里的熊孩子开着鬼火 拿着玫瑰花天天堵在你家楼下 这你该如何应对 这可给老灯吓得不轻 自己的掌上明珠要是被这些鬼火少年给骗走了 那可不是要了自己的老命了 不行 绝对不行 谁敢碰我女儿我跟她没完 没想到这话像是被听到了一样 这天开心放学的花花突然听到一阵轰鸣声 回头一看 一排颜色各异的改装鬼火从身边不笑而过 车上还坐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小年轻 每个人路过的时候都发出嚣张的笑声 大秀自己的操作 不过对这种行为花花可不敢冒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傻播 可谁知道在下一个路口又遇到了他们 花花本想快步走过 但是几个鬼火少年纷纷吹起了口哨 离她最近的一个还摇了一下刘海 年女去那里啊 要不要狗狗开鬼火生命 说完都人哈哈大笑 不用 花花头也不回 没想到另一个熊孩子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 美女你长得好可爱哦 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 但你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花花一把推开这个熊孩子 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跑去 美女加个联系方式嘛 我可以给你唱学猫叫 一帮鬼火少年又是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 正在午睡的我就发现楼下怎么这么吵 马达声混合着音响声 还让不让人睡午觉了 下楼一看才发现楼下 不知怎地聚集了一帮鬼火少年 人手一亮改装鬼火在小区里开始炫技 看着都还是十几岁的熊孩子 鬼火技术完的是一个比一个大胆 还有人在中间摆了个DJ 一个小伙子在中间直接来了一首豪情在天 虽然是有点过于扰民 但是你别说还挺好看 突然我想起那天吃饭 不会这帮鬼火少年真盯上花花了吧 果然目标人物很快就出现了 丝毫不知情的花花刚从学校回来 就发现楼下怎么有这么多人 一个黄毛眼疾手快 一个小油门加上一个帅气的甩尾 从身后拿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玫瑰花 目光没有看向花花 反而是抬头看向天空成四十五度角 让飘逸的刘海盖住自己的一只眼睛 再加上一手气泡音 美女又没有击匪 挖上跟我一起吃个挖发 硝烟 这样还迷不思逆 玫瑰花直接被打掉 你神经病啊 我又不认识你 快让开 我要回家 眼看黄毛败北 第二位鬼火少年即将登场 他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在花花面前摇起了豪情在天 十几岁的小姑娘 谁不想自己的男朋友会豪情在天呀 傻播 眼看花花被拦住了 我连忙上去解围 你们几个围着一个小姑娘准备干嘛 大叔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熊孩子威胁似的拧了一下油门 小统叔叔 他们好烦啊 这都是第二次读我了 有毛病一样 一个个小小年纪不学好 赶紧给我各回各家去 再在这里影响治安 我直接报警了 哎呦 行不行呀 但是 又正跟我们逼一逼呀 别正是拉舍舍想我们 我们还是为整名 就算争足了什么 反正也不会这么严 我也懒得理他们 准备先把花花带回我家 然后等老灯回来了 再跟他商量怎么处理 别跑呀 大叔 原来是个耸蛋呀 一个牛孩子在后面疯狂嘲讽 鬼火一响 黄金万两 车头一翘 阎王报道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